Hello大家好我是安子招 前两天有朋友留言想让我聊一下马带应该怎么用 然后我就花时间去好好研究了一下 今天就把我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马带这名武将 他的面板数据和兵种式型 他是骑兵S盾兵也是S 兵种式型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面板数据相对来说就弱了那么一点点 武力成长只有2.09 属于兵刃输出里面最低的那一档 统帅值呢1.39 也是属于统帅成长当中非常低的那一档 这里还行 速度呢也一般 总体来说呢 马带他的这个面板数据呢并不怎么高 如果你想要拿他当这个主C或者是主要输出呢 是不可能的 他是撑不起来的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自带战法 马带这个自带战法看上去是非常复杂的 这么一个自带战法 因为他字非常的多 总的来说呢就是 战斗当中我军主将造成伤害可以让敌军单体造成的伤害降低 并且呢我军主将造成伤害值还有限定 必须要大于300点才能够触发马带他的这个效果 也就是说马带是一个可以让对方的输出能力下降的这么一个武将 但是呢对方输出下降这件事情必须要求我军主将他的这个输出能力比较强 而且输出频率还必须特别的高 因为在这里呢他是没有写这个让敌军单体造成的伤害降低是可以给几个人叠加 并且呢最多是可以叠加三层 也就是说理论上当我军主将以非常高的频率打出了非常多的伤害之后呢 能够让敌方所有人造成的伤害大幅下降 是这么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主将必须是多段伤害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发挥出他的这个效果 个人感觉呢像周瑜还有这个SP马超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姜维其实勉强也符合 但是姜维总的来说并不是特别适合马带 除此之外呢 马带在前两回合有50%的概率 让我军主将对敌军全体造成冰刃伤害 然后呢这个冰刃伤害率呢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低 之后在战斗第六回合 自身对敌军单体造成斩杀伤害 这个斩杀伤害呢 是根据你最终降低敌方伤害的次数来决定的 如果你降低对面的伤害降低了20次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斩杀伤害还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如果你只降低了几次的话呢 他的这个斩杀伤害呢就约等于没有了 因此呢 马带他需要的是主将能够进行稳定的高伤害的 还有多段输出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个人研究了一下 马带最适合搭配的呢 应该是SP马超 然后呢可以考虑玩一个SP马超加马带 再加上马腾的这么一个组合 他们三个有缘分效果 能够让自身武力值提升 并且呢能够在开局前两个回合 获得一个避重效果 总的来说呢也还行 但是呢 其实这一对也不是特别的强 我想了一下呢 大概可以这么搭配 马超呢携带鬼神停威 加上当风吹绝 鬼神停威呢是所有突击战法里面伤害最高的 他呢尽可能的能够打出一些300点以上的伤害 当风可以破解掉对面的这个防御 总的来说呢是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搭配方式 然后马带呢选择铁骑驱石加上破军威胜 用破军威胜打掉对面的这个统帅值 并且呢利用铁骑驱石获得这个先攻降低对面的这个统帅值 让马超能够尽可能多的打出单发300以上的伤害 这个很重要 至于加点呢 马带在这里呢选择全武力的加点 尽可能增加他斩杀那一刀的伤害 然后马腾呢 他的西凉铁骑是可以提供暴击的 再加上横戈越马降低对面的法师的伤害 并且呢带一个折冲 降低对面的智力和统帅 让马超能够尽可能多的打出伤害 并且呢西凉铁骑本身他的这个暴击呢 也能够让马超更多的打出这个300点以上的伤害 总的来说呢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思路 但是呢其实这么一搭呢也不是特别的强 因为SP马超有更好更强的这个搭配方式 所以说呢这一队呢更倾向于娱乐 想到这里呢 其实大家也就明白为什么马带他的这个出场概率比较低了 因为马带啊怎么说呢 他适合的阵容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 能够跟他搭配的武将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说呢用他的人呢就会非常的少了 其实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让马带加上陆迅走一个三世镇 然后呢再付出大量的这个资源 去堆一个三世镇的盾兵出来 由于陆迅他的盾兵属性本身偏低 你想要走一个盾兵三世镇的话呢 只有特定剧本才能玩 总的来说呢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思路 这也是为什么马带他的出场率低的原因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也是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再见